最近有一件非常火的事 就是斯马兰怼了联想 这个热点无论如何我是不想蹭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这个视频里面 无论是封面图还是标题 我都可以尽可能避开所有的相关关键词 但是还是想和大家聊几个天 就是说给我们李自在书的粉丝群体来听 大家小范围听就可以了 不要往外转什么的 因为我对联想也没有一个很深入的研究 对斯马兰的视频 他好像出了七八个那种很长的视频 我也只看了其中的两个视频 然后把他最近发的动态也看了看 所以说肯定不是一个很完整全面的 想分析这个事 我只是想站在一个经常聊商业的自卑体人的 这样一个角度和大家聊的什么呢 一个是聊聊商业的一些常识 再一个就是聊聊中国股份制改革的一些历史 至于斯马兰那些基础的论点 我不想去碰也不想聊 我只聊戏剧末节的对大局 对双方都没什么影响的问题 因为说实话我确实不想加入到 所谓的论战里面来 我也不想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这个事对我来说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我们只在边缘来试探一下 就聊聊那些无关痛痒的问题 首先我聊的第一个事 是前天的时候斯马兰发了一个动态 发了里面一张图 就说大概有百位企业家 立得挺联想这样的一张图 但这张图其实是一张18年的一张老图 发一张18年的图 而且其实没有在时间上做任何的说明 这其实很容易让人就误以为 这些企业家是给现在的联想在力挺 在辩护 但人家其实明明是18年评论另外一件事 我觉得就搞到人家现在好像又站出来挺联想一样 这个事是不是对话里面的人物不太公平 我知道这个图里面呢 就很多人啊 现在的口碑也不太好啊 但是这个评论区也能看得出来 对吧 很多人口碑都不太好 但我觉得不管这个图里面的人物 口碑是好是坏 我觉得一个自媒体人呢 在这个揭露真相的同时啊 应该尽可能的去消除误解 对吧 这个如果一个论据可能对你是有利的 但是它会造成很多误解的话呢 是否还是不予采用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如果说谁就针对目前的联想这个事 发表了文章或者发表什么言论 你把它亮出来去怼它 对吧 这个所谓的各额空问站 对吧 我觉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人家本身不是评价这个事的 对吧 人家评论是18年的事 你拿出来 牵涉到里面来 这个如果说是无以为之呢 其实评论区对很多人都指出来的这件事 对吧 如果说是有意为之呢 那个就让他们以为 让大家以为这些人是给现在的联想说话的话呢 那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妥当 这是这个我想说的第一个事 第二个呢 就是斯马兰的视频 我看了两个啊 这个其中有一条就说到了 这个有个视频说到 滴滴和联想是一伙的嘛 里面举到了一个论据 就是说因为滴滴和联想 共同投资了一家公司 所以他们是一伙的 这个呢 我觉得就有一定商业常识的人 都应该知道啊 就两家公司共同投资了一家公司呢 其实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对吧 打比方像腾讯和阿里 还都投资了B站呢 对吧 难道说腾讯和阿里是一伙的吗 对吧 这个但凡有商业常识的人知道 他们肯定不是一伙的 对吧 那个甚至呢 腾讯和阿里还都 共同投资了滴滴呢 对吧 那你是不是说 这些企业都是一伙的 对吧 那肯定不能这么说 我觉得对吧 就因为我觉得大众呢 其实普遍来说 是比较缺乏商业的常识的 对吧 这个摆一点证据 这个糊一糊然 对吧 以这种不可置疑的口感 一说 这个最后有很多人信 这个比如说 有两家企业 对吧 他们背后都有一个 相同的股东的话 你也可以给大众说 你看这两家企业 都有一个相同的股东 这两家企业 他们肯定是有关联的 对吧 但其实 真正有商业常识的人 肯定知道 就是说 一家投的机构 它同时投很多企业 是很正常的一个事 对吧 这往往知道 它背投企业里面呢 库强之间 可能也没什么联系 对吧 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 所以说我觉得 媒体人呢 就是你不能 欺负的人不懂 对吧 这个我觉得 还是应该尽可能 专业的去论政治 里面的关系 这个我没有 喜联想的意图 就我也不是说 联想和滴滴 这个他们就没有关系 对吧 他们可以有关系 对吧 我只是说 这条证据 以他们共同投资 这家企业来说 他们有关系呢 这个不太能支撑 或者说不太合适 对吧 这个视频里面还说 有一个中科院的 一个领导 这个就是好像是一个院长 和他的夫人 都拿了联想的 很多的股份 对吧 这个领导夫人 拿股份这个事呢 这个一上来 先贴一个标签 领导夫人 对吧 这个我在听到这种话的时候呢 往往都会更警惕一些 因为这是一个 引导性很强的一个词 就是他很容易让大众认为 因为他是领导的夫人 所以他才拿了股份 对吧 这个 但我们说到股份的时候呢 这个我们从商业常识来说 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 这个人和这个公司 有没有关系 对吧 就是他有没有 给联想做过什么事 对吧 他对联想有没有什么投资 对吧 或者说他对联想 有没有什么贡献 对吧 如果有贡献呢 我们首先应该看 他做了这些贡献 拿到这些股份 是不是合理 对吧 就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商业的一个常识 如果这个人对联想确实 没什么贡献的话 那我们可以再看 他为什么拿这个股份 对吧 究竟是不是因为你是领导夫人 才拿了这些股份 对吧 这个因为我听说呢 这个所谓的 这个领导的夫人呢 是在联想工作了十好几年的一个人 对吧 我这个确实说实话 我们有很深入的研究啊 我也是倒听不说的 就我觉得可以再考证一下 就我觉得如果这个人 是一个在联想工作了十好几年的一个人 就肯定不适合单方面强制要他是领导夫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对吧 这个领导性太强了 我觉得 我觉得首先应该看他对联想的贡献和他拿的股份 是不是合理 对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商业的一个常识 对吧 我觉得作为一个视频作者呢 我其实非常理解一些视频 是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视频市场是比较有限的 就你不可能把所有的论据都塞到这个视频里面 那视频就不能看了 对吧 这个我自己的视频呢 经常也会省略掉很多的论据什么的 但我觉得你说到股份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个人对公司有没有贡献这个事呢 还是不能省略的 是必须要说清楚的一个问题 对吧 这种给人贴标签的手法呢 我觉得还是少用为好 对吧 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 说到联想的一个女秘书嘛 这个说有一个联想的女秘书 要找斯玛兰去和解 对吧 这个首先呢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女秘书这个人 他肯定是有官方职位的一个人 而且这个职位我猜不可能是很低的 对吧 而且他自我介绍的时候呢 也不可能说我是联想的女秘书 对吧 他肯定说我是联想的 多半说比如说我是联想的一个VP 对吧 或者说我是联想的一个什么什么总监监 对吧 这个 但是这个事呢 如果你写篇文章说联想的一个VP 请我去聊聊天 对吧 这个呢 就不吸引眼球啊 对吧 所以呢 上了就写个联想饭局 姿色撩人 好家伙 对吧 这个 你这样搞 这个作为一个自卑体人 我这个知乎内行 对吧 这个女秘书这种话题呢 给人感觉就不一样了 对吧 这个但是呢 说实话 我听说这个人呢 已经是四五十岁的一个人了 就对于这样年龄的一个人呢 你强调的是他女秘书的这个属性 而不是他当前的职位 对吧 这个而且呢 好像还把人家的这个照片贴出来 而且呢 照片还批得更年轻 就更漂亮 对吧 更符合人们对女秘书的一个想象 对吧 我觉得这样搞呢 这样搞标准化的手法呢 什么所长夫人啊 女秘书啊 对吧 这种 而不提他们在企业中真实的身份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是不足够专业的 或者说是有一定这个搞引导的 搞流量的这样的嫌疑的 这个我不是特别赞同这样去搞 这个再说一遍 我真的不反对去报联想的料 对吧 我也不反对你去搞联想什么的 但我觉得 就首先要符合商业的常识 对吧 另外呢 就是要公平竞技 对吧 就我觉得要 你就是说 就是你在公平的原则上 给大家去爆料看 对吧 就是大家肯定都很想看 对吧 我觉得没人和的问题挺好的 对吧 这个 对就这样的一个事 还有很多其实 就比如说当说到这个 负债率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直接就对标到 像恒大这样的公司 对吧 就给人的感觉就是 当然我知道这是为了方便 大众去理解的一个方法 就直接让大家知道 联想和恒大一样 都是一家很差的公司 但其实看一家公司倒坏呢 其实除了这个负债率之外 你要看它的行业的 对吧 它就要看行业的 还要看这个企业的现金流的 对吧 你要看的指标其实很多 这个如果只看一个负债率 就对标了恒大的 那我觉得简化的一点太厉害 就当然 它可能是看到了很多别的东西 但没有讲 对吧 这个可能性也确实是有的 这个斯本南这边呢 我就不过多评论了 因为我确实了解不多 也确实只看了两个视频而已 这个我也不想被卷入了 这样的一个事里面的 这个我只是说 表达我的一个观点 就是自媒体人呢 其实肯定是很善于 把握大众的情绪的 但我在看来 不应该把这东西 当成一个武器来用 这个因为这个时候呢 企业的说话呢 往往是很谨慎的时候 因为企业如果说错一句话的话 它可能带来的波及度会很大 这时候媒体人 是一个顺风顺水 占据了制高点 这样的一个状态 什么都敢说 而且是一呼百应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这时候呢 就说话就更应该严谨一点 而且是慎重一点 这个我说慎重一点 不是说不让爆料什么的 我只是说 你有更大的料爆出来 那当然是一个 非常好的事 对吧 我只是说 这个不要用贴标签 或者别的一些手法 来搞这个东西 而是说基于商界的常识 对吧 大家去讨论 这个更好一些 我觉得 这个后面 我就想聊几句历史 因为我觉得 毕竟人都是有 这个历史具现性的 就我觉得评价一个人的时候 肯定不能 就是脱离 跳脱出的 他所处的历史背景 来评价这个人啊 因为任何一个人 我觉得离开历史背景的看 他肯定都是一个小丑 对吧 就比如说 你说华盛顿迅奴 对吧 你这样说 当然也是对的 但是 我觉得就也不完全合适啊 所以我觉得历史背景呢 还是需要了解的一个东西 就是了解背景之后呢 大家仍然可以有个字的判断嘛 对吧 就我们今天看 今天的国企呢 大家觉得就普遍看来 都挺不错的 但是 在很多年之前呢 国企其实是有着 很大的问题的 就是在那个年代呢 大家提到国企的时候呢 很多呢 反正就是效率很低 对吧 然后官僚主义嘛 就是搞那个大锅饭的 那些好东西啊 其实当时很多企业的 效益都是不行的 就是下岗的工作也很多 就是也很惨 吃不上饭的人很多 就其实当时已经到了 不改革不行了 这样的一个程度 就我妈也是那个时候 下岗的 其实 这时候呢 就一定要让一批 敢去闯 敢去干的一些人 去干 对吧 这个才能给企业带来 新的活力嘛 因为以前这些企业呢 其实都是公有制的嘛 这个时候呢 就一定 以前中国是没有这个私营企业的 对吧 这时候 所以说要搞这个股份制改革嘛 就是某种程度上呢 一定要把一些公有东西 变成私有的才行 对吧 这个背景是这样的 当然这个呢 就要把窝里面的分寸才行 比如说中国北方 有一个国家 对吧 他最后国有资产 都让那些寡头给分了 这样搞呢 肯定不行 对吧 这个但是呢 你说不完全出场利益呢 就完全不出场利益呢 肯定也不行 对吧 就是这个事呢 就是太过分不行 太斯板也不行 就是太斯板呢 你就失去了经济发展的活力 对吧 那时候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叫做一抓就死 一放就乱 对吧 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 所以说呢 就这个宏观调控者呢 一定就抓抓放放 在里面找到一个平衡点 对吧 这其实就不是一个 非黑即白的一个东西 对吧 我不会像那些 喜联想的那些文章 说民营企业家都是 都是英雄 都是那个对吧 这个白手起家拼搏 对吧 都是对的他们 对吧 我不会这么说的 这个但是呢 也不是说 嗯 他们都是搞国有资产的 对吧 这个因为这本身就不是一个 非黑即白的一个事 它是有灰度的一件事 当时中国企业呢 有个很有名的名词 其实今天没什么人提的 叫做MBO 呃 就是管理层收购嘛 就说白了 就是把国有的股份通过收购 把它变成私人的东西 那个有个经济学家 叫郎贤平 呃 现在呢 口碑一般啊 但当时其实曾经 就战斗力也非常强 他还呐喊过MBO这个事 其实当时班导过一些 很厉害的学生啊 就是在说到点呢 其实还是一个分寸的问题 就是国有的股份呢 是可以给到私人的 但是呢 不能太过分 你价格不能太低 对吧 你不能这个吃相太难看 对吧 吃是可以吃的 国家让你吃 但是呢 你是一个分寸的问题 对吧 不能吃得太难看 这里面呢 其实也没有一个 很明确的标准 对吧 这个当年我父亲呢 在这个铁路部门 是铁路部门的一个职工嘛 他在铁路上的三厂里面 当时呢 就是他们 他是在一个 搞门窗的一个小厂里面 那个厂呢 其实就很小嘛 然后亏损呢 也很严重 就是干不下去了 当时也有很多员工下岗什么的 就是后来就问到我父亲这边 你要不要考虑承包这个厂 但是问很多的员工啊 你要不要承包这个厂 我父亲呢 其实也不懂经商这些事嘛 也胆子比较小 就没敢去承包这个厂 对后来呢 这还真的有人承包了这个厂 逐渐的就把这个厂 变成了自己家的一个厂 每个月都亏很多钱的 甚至还欠了一些外债的一个厂 对吧 怎么来评判这种事 这就是一个问题 对吧 这个其实确实有很多企业 干着干着就成了私有的 这个过程呢 有的是完全合法的一个过程 有的是不完全合法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里面呢 有个很关心的问题啊 这个就是企业在里面 发出的作用是什么 如果说 你只是把一个国有的资产 变成了那个私营的东西 就完全这个没创到价值 只是这个把国有的收入到自己囊中了 对吧 这样搞呢 我觉得不太行 对吧 但是还是说呢 另外一种就是企业在里面 确实创造了很大的价值 对吧 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这个我们拿Waha来说 Waha呢 其实本来就是 那个校办的一个小经营部 就好像是小卖部 还是小工厂那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后来呢 就让总统进后 给干到了今天这么大 对吧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 企业肯定是创造了很大的价值 而且是很非凡的一个价值 对吧 然后 但是其实企业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这个Waha这个例子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评估的 但其实很多例子呢 不好评估 这个比如说前几年 我看到一个新闻 就有一个卖酒的企业 就他做的非常大 而且他的老总呢 说实话在当年呢 是很老实的那种 因为当年他就没搞什么MBO 什么的 对吧 这个确实还都是国有企业 那个老总呢 也就拿着国有企业里面 那种相对还比较低的 一份工资嘛 心里就不太平衡 就觉得我曾经把这么差的一个 很小的一个厂 对吧 搞得现在这么大 然后我现在呢 就只拿这么一点钱 对吧 后来就开始搞贪污什么的 说实话 我记得啊 好像贪污的金额 也不是特别巨大的一种 然后就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 这贪污可能是犯罪 对吧 这个没得说 但这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呢 这个企业家的作用是什么 对吧 这个是不是可以肯定 这个其实是见仁见智的一个问题 对吧 这个就不好评估 是企业家 这个他的能力比较强 把企业做的比较大 还是说这个酒行业 有他的一些特殊性在 还是说政府给他扶持比较好 这个其实没那么好评定 对吧 这个在这个改制过程中呢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也不是说国家 就国资多拿股份 就一定是好的 对吧 这个那里面视频也说到 什么中科院占股 多少的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事是不一定的 就我们比如说 最有名的应该 也就是李经伟和那个建立宝 对吧 这个事就相信呢 多数人都会认为 这是一个悲剧 对吧 这个还有就是华盛汽车 还有和那个养龙嘛 多厉害的一个人 对吧 这个也是因为 这些人也是因为搞MBO没成功 对吧 这个就不细说哈 感兴趣呢 可以翻历史看看 就我觉得呢 每当看这历史的时候呢 还有一种这个感慨万千的一种感觉 比如说一个厂 他地方政府 觉得你是当地企业 必须在当地纳税才行 他就不让你去别的地方去 再搞别的厂 对吧 这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说其实也真的不是 国资战的越多就越好 这个我们回看 这个所以说我们整个回看这个历史 它有一些是说不清楚一些事 对吧 这个这些国武的这些 这个股份制改革这个过程中呢 这个有些在转向私营这个过程中呢 这个转变的彻底的也有 不是很彻底的也有 然后这里面成功的也有 不成功的也有 然后就是英雄的也有 悲剧的也有 就是其实这就是一个 摸着石头过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探索 就是这里面其实没有绝对的对错 怎么看来 这个这个可能是很多代尔机馆 所不太好理解的一个事 因为中国以前没有私营企业 对吧 你搞这样的改革呢 这个这一代企业家就要背负着这样的一个原罪 这个原罪呢 其实某种程度上是这个时代给企业家的原罪 对吧 这个因为我们其实在当时的幻想中 我们需要试试看究竟什么样的猫才能抓住老鼠 对吧 就是需要试才知道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讨论就是和古改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呢 就是我往往要考虑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 对吧 因为甚至要考虑到这个企业究竟有没有这个创造什么价值出来 对吧 要考虑到这个国武资本在里面有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回报 对吧 这个因为那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一个历史时期啊 就是说你鼓励大家去做一件事 对吧 事后你再给所有人都搞这个秋后算账的话呢 那肯定不太好 对吧 所以我们回看历史呢 很多年前啊 就有很多这种事 就是说他明明这个一个人他犯了罪 对吧 他明明犯的罪是A 但是最后给他的罪名呢 是B 对吧 这个大家想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吧 就因为肯定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对吧 这个我也只是客观的讲讲这个历史啊 就帮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古分制改革的一些这个背景 这我一点都不想啊 这个洗白联想什么的 我觉得联想肯定是可以批判的啊 这个也可以翻旧账 我觉得都没问题 而且当然也可以 就历史上某一笔特定的交易来探讨它 是不是合法 都可以 我觉得对吧 当然你也可以批判现在的联想 对吧 因为现在联想 就是大家公认他都有很多的问题 对吧 这个我觉得去做这些探讨呢 都没问题 就我只是比较希望就是 大家就是本着一个什么呢 就是揭露这个事情的真相 而且呢 消除误会 对吧 这个而且是在一个公平经济的一个情况下去聊这个事 而不是贴标签啊 女秘书啊 领导夫人啊 然后这样来引导 对吧 这个另外 我的看法呢 是联想这个事呢 搞了这么大的动静出来 对吧 相关的领导呢 肯定都知道这件事 对吧 这个要不要算账呢 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吃瓜群众来说 就我觉得相信国家的判断就可以了 对吧 这个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对吧 今天说这些话题呢 主要是给大家也说一下这个历史 因为这个历史呢 可能很多特别年轻的人不是很了解 对吧 这个也帮助就大家来从一个这个更整体的有历史感觉的这样一个视角上来评估一些事情什么的 对吧 这个对 这个我确实没有为这个事做太多的功课啊 其实说主要是给大家聊聊我的一些小感受和历史啊 这个今天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 呃 有些人喜欢聊科技论文 我是李子战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